所以在疫苗的保護力上面 到達一定的比例 那但是在整體上面又包含到邊境等等的 所以在邊境還相對的比較嚴格 所以我們在11月2號起到11月5號仍然是 維持二級的警戒 不過相對 因為本土的疫情相對非常的 應該是說控制的良好 所以在我們這個臺灣裡面 就盡量能夠來做相對的放鬆 所以在基本的情形就是說 我們還是外出戴口罩 那不戴口罩 是例外 基本上還是維持外出全程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是例外 不過等於是在 不管是唱歌 室內外的運動 溫泉 水域的活動等場合 符合條件者的免戴口罩 那基本的還是要遵守 食連 質量 體溫 加強環境的傾銷 員工的健康管理 確診事件的即時應變 那本來有一些限制的 我們也現在都把它取消 就是集會活動的人數的上限 本來 八十三百 這個我們就不再管制 那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的人流口罩 或總量管制 就沒有 易文展演 體育活動 國家公園 國家風景區 觀光 遊樂業等室外人數降載的規定 那這三個我們都取消 換句話 對於人流的管制 現在比較鬆 那大家關心的台鐵高鐵的車廂 公路 客運 遊覽車 國內航班 船舶 電影院 KTV NTV 網咖等場所 場域 要飲食的時候 可以把口罩脫下來 換句話 可以脫下口罩來做飲食 那仍然需要關閉的場所 就是歌廳 舞廳 夜總會 俱樂部 酒吧 酒家 酒吧 酒店 酒廊 理容院等 那 這些是在這些 這些是要關閉 但是這些裡面 如果沒有陪伺服務者 符合防疫管理 得有條件的開放